今天上午在澳门城市大学举办了一个开班仪式 欢迎马来西亚董总组织的高中生的游学团 我们看到了很多意气风发的高中生 他们向往着多元文化的一种感受和国际的视野 那么我们在这周的安排里面 除了课堂上的学习 也安排了他们的参观 我们的文化补习 我们的企业 激情地感受澳门的文化 澳门的教学理念 在了解当中能够加深对澳门的一个印象 最后能够选择澳门作为他们未来留学的一个地方 对 这一周其实我觉得澳门城市大学提供了一些 就是关于旅游产业 还有一些旅游风险规划 路线规划等等的一些课程 特别是有一些城市一项传播跟物质遗产的课程 我觉得对学生的守护很大 因为他们直接可以学与自用 就是透过学生的分享里面 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可以直接学到 怎么样去规划路线 然后怎么样去评估风险 我相信对他们过后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在这一周里我感受到了澳门的多元文化 我们也学习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比如说普语 我觉得澳门的教师团队是非常专业和国际化的 你们有着非常先进的设备 可以让学生的深游体会的感受 我觉得澳门真的是一个很让我惊艳的地方 就让我有一种文化冲击 他们的试制团队很丰富 他们很注重教育资源 我觉得澳门是一个与马来西亚蛮像一个地方 因为马来西亚的马六甲 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 也是有普世的文化 那澳门的是更多种类的 有华语、粤语、英语、葡萄牙语 去教导学生就可以让更多不同种族的人来参观 来去在不同的学校去进行学习 让更多人可以与大家一起之间的交流 我以前对澳门的印象可能就比较局限一点 然后第一堂课就向我们介绍了 澳门现在与未来他们的发展的目标 然后让我意识到了 这个会是未来进入继续发展的一个城市 而不只是仅仅限于一个历史遗迹这样的一个城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